第34章 不朽之战 碧绿色战凯少年要害双眸冰冷 喝倒 放肆 哄 声波远远超越正常声音传播速度 在不朽之力传动下 几乎瞬间直接轰击向皇宫外那说话的敌人 以要害的能力 轻易就发现在帝国宫殿上空 隐匿着三股庞大的法则气息 正是三名不朽神灵 怎么回事 洁白如雪长发 老者皱眉道 有敌人 碧绿战凯少年要害传音道 三个实力都很强 不过感觉不是人类 外族入侵 那白发老者怒气上涌 哼 看我把他们解决 胆敢擅长我人族疆域 找死 要害冷笑一声 当即瞬间化为一道绿色红光 直接破开宴会厅的顶部 那宴会厅顶部的建筑材料就仿佛被焚化般化为虚无 当这绿色红光冲破宴会厅屋顶的瞬间 通体黑色的大锤闪烁着刺眼金光 吐出现在那绿色红光前方 啊 碧绿战凯少年要害脸色大变 他根本没有丝毫察觉 竟然就被敌人冲到了面前 眼前这瞬间砸来的巨大黑锤 仿佛将周围一片空间完会给裹挟 令人感觉就仿佛天整个塌下来了 那股可怕的压力令要害没有思博抵抗的信心 蜂王吉 要害尖叫着 同时直接挥动他的右拳 拳头上仿佛带着网络状的拳套 二者瞬间撞击 在撞击前 不管是黑锤还是要害的拳头 都没有引起丝毫其他波动 显然是能量无比的凝聚 可是当碰触的瞬间 轰 拳头和黑锤撞击处 瞬间就仿佛诞生了一颗耀眼的太阳 单单撞击产生可怕的高温 就将令周围空间扭曲 无比强大的不朽之力碰撞产生的冲击波 首先就是令下方的那座宴会厅 瞬间就直接被摧毁 那些帝国豪族们 皇族精英们各个惊恐喊着 一个个被强大不朽之力余波直接横扫 或是化为飞灰 或是直接贯穿肉体 惊恐喊声 叫声 在可怕的冲击波面前 声音都挽回隔绝 皇宫方圆三千公里 皇宫外的那些帝都心居民们忽然发现 皇宫中忽然无比的寂静 仿佛连风声都挽回隔绝了 哄 紧跟着整个皇宫就猛的爆炸开 就仿佛海浪似的 整个皇宫都震荡起伏起来 所有的建筑在传播震荡过程中 瞬间化为废墟 那传播冲击波蕴含的不朽之力冲击 连部分倒霉的戒主被波及到后 都直接爆炸死去 看 皇宫爆炸了 皇宫 帝都心很多居民们看到那噩梦般一幕 感觉到脚下大地的震战完全惊呆了 帝都心的外太空 那陨墨星号正悬浮在星空中 探测帝都心将战斗情景转播过来 陨墨星号控制室内 罗锋吩咐道 是 巴巴塔兴奋应道 是 三维投影虚拟 在罗锋 第九君主 狄伦 卡什纳都看着屏幕 屏幕上同时出现三处图像 其中两处是和平的场景 另外一处 则是已经有大半区域化为废墟的皇宫 不知道那个要害有没有死 卡什纳嘀咕着 要害一定会死 罗锋在这屏幕 皇宫内 战斗士突兀发生 封王级不朽神灵 四番旗一开始便潜伏 看准机会瞬间偷袭 虽然那要害拼命抵挡 可是依旧被一锤砸得 整个身体完会化为积粉 连血肉骨头都碎得不能再碎 老师 杰弗里斯面色大变 外族也胆敢在我人族嚣张 那白发老者全身放着耀眼光芒 就仿佛一颗恒星 龙赤尔大人 请帮我救下老师杀死那群外族 杰弗里斯急切喊道 而这时候三道雄魂气息 瞬间从天而降 同时从另外一个方向 几乎闪电般同样冲来三道雄魂气息 正是六名风猴及不朽神灵同时出现 六大风猴及不朽神灵冲向废墟内 六 杰弗里斯咆哮冲天而起 外族受死 白发老者龙赤尔也咆哮冲起 轰 杰弗里斯瞬间和金角族群塔文部的其中一位风猴及不朽神灵交手 可怕的不朽智力冲击波 令早已化为废墟的宫殿群再一次遭受虐待 呀 杰弗里斯面色猙獰 赤 一道金光瞬间划过杰弗里斯的腰部 令杰弗里斯直接被切割成两半 紧跟着更加强盛的一道金光直接降临 交在杰弗里斯断裂身体上 令杰弗里斯的身体发出吃吃吃的声音 身体不断被腐蚀 直至晚会消失不见 龙赤尔 死前杰弗里斯咆哮声还在宫殿群废墟上空回荡 杰弗里斯恐怕死时都不相信 龙赤尔会对他下手 白发老者站在半空中冷然一笑 胆敢背叛人族死 背叛人族 没想到竟然被你们发现了 冷利尖利声音响起 远处大量不朽之力汇聚形成一道模糊人影 正是那要害 要害愿毒看了一眼白发老者 又看了眼那追杀来的一道道塔文部不朽的身影 缩 要害迅速逃逸 他 就等着你凝聚身体呢 苍老声音响起 那金色战开老者几乎瞬间就挡在要害前方 瞬移 要害尖叫 脸色煞白 而远处默默观看站在半空的白发老者龙赤尔冷笑一声 真是白痴 背叛人族难道还想活命不成 虚拟宇宙公司的安排 怎么可能给他逃命希望 不过这次 派出的一族不朽强者还真强 竟然是蜂王级不朽 且已经能施展瞬移 要害死定了 星空中 云莫星号内 罗锋 第九君主 狄伦 卡什纳四人都看着那屏幕 屏幕上正播放着探测到的战斗情景 嗯 杰弗里斯死了 罗锋惊讶 就这么死了 不朽神灵是很难死的 可这杰弗里斯死得倒是快 殿下 狄伦微笑道 那杰弗里斯本身实力就弱些 还没达到完美的不死之身地步 而且对他动手的是宇宙国的龙赤尔 龙赤尔 他是精通光线本源法则 时间法则的封侯级不朽神灵 光线本源法则强者本来就精通净化 时间光线结合 形成时光效果 要完会净化淹灭掉一名普通不朽神灵 并不难 罗锋点头 不过 要杀要害就难多了 狄伦也皱眉看着屏幕 要害已经达到不死之身地步 第九君主低沉道 即使将他轰成渣 他也能再度身体凝聚 要杀死他 最常见的有两个方法 一是湮灭 二是灵魂毁灭 不过那金角族群的四番旗长老 并不精通灵魂 那么 只有湮灭一道 罗锋微微点头 不朽神灵 真正达到完美不死之身的不朽神灵 真得非常难以击杀 当年在混沌城 那高高在上的混沌城主 也未曾杀死那两个不朽神灵 当然 主要是混沌城主手下留情 可即使手下留情 混沌城主的那一手掌拍下 还是很可怕的 之所以不死 就是不朽神灵的可怕之处 普通不朽神灵 精神印记和身体细胞 明炼结合未曾完美 那么 直接轰杀 连续轰杀几次 即可灭杀 而成就不死之身 不朽神灵的任何一个细胞碎片 即使被轰碎 也会再度凝聚起来 甚至于全身能量 几乎没什么消耗 单单靠轰杀手段 就算轰杀百次千次 依旧杀不死对方 反而不如直接 将对方给封印简单 灵魂毁灭 就是当初忽炎薄的死法 全身能量 虽然没损失 可却是仿佛中了毒式的 所有灵魂印记 全部遭到渗透 随着时间流失 所以灵魂印记都会破碎 自然就死了 可能做到这一步的 首先实力差距的大 其次必须精通灵魂方面的攻击手段 而湮灭 纯粗式能量消耗 将对方的不朽之力 不断湮灭化为虚无 当一名不朽神灵 完会被湮灭干净 没有一丝能量 自然死得不能再死 这种手段 首先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其次需要消耗 无比惊人的不朽之力 消耗太大 会严重影响自身实力 轰 轰 屏幕上 八道光彩 不断围着一道光彩 战斗厮杀 哦 是 看着屏幕中 被围杀的不朽要害 发出咆哮 眉心部位的结晶 放出肉眼可见的碧绿光芒 四射周围 顿时控制室内敌伦 第九君主都惊呼起来 怎么了 罗锋一惊 虫族的灵魂攻击手段 狄伦正重道 跟真正虫族施展的一样 第九君主也正重道 战斗再进行 在一名封王级不朽神灵 七名封侯级不朽神灵围杀下 特别是其中那位封王级不朽神灵四番七长老 宁可牺牲自己大量的不朽之力去湮灭他 这名孟幽帝国的开国皇帝要害 不朽之力不断被湮灭 身体强度也越来越弱 终于在不甘心的咆哮声中 直接身体崩溃 恭喜殿下 要害已死 他的不朽之力 已经弱小到无法凝聚神体了 狄伦微笑道 恭喜殿下 第九君主也笑道 罗锋点点头 看着那足有五分之一区域化为废墟的帝都星 下领导 行动开始击杀1.2亿目标 provides给你 感谢观看